題目說梯形的面積是56cm 平方 慎防大家忘記梯形的面積是上底加下底 然後乘高再隨意 為何會有這樣的計法呢 是因為我們考慮有另一個完全一樣的梯形 不過倒轉來放上面是A 下面是6 高原也是A 如果你整個整體去看 它會變成長方形或其他情況會變成平行四邊形 所以我們計算長方形A加6上底加下底 乘高 但因為我們只取得一半 所以除了2 現在在這個題目中 2分之1上底叫6下底叫A 高就是A 另外梯形的面積並不是不知道 題目是給了你56cm 所以你把這個寫回56cm 你也要習慣寫回一條公式 和它給的資料有關 然後好好善用它給你的資料 這一個呢 右邊有一個項 我不想要除2 很簡單 我可以兩邊都做同樣的操作 一是一個等式 左右有兩邊 兩邊都乘以2 2除以2就會抵消 112就是等於A 再乘回6加A 或者倒轉4也可以 插回6A加A平方112 先分析一下這個等式 這個等式有一個未知數1元 最大的次方是2 所以是1元2次方程 凡是這些方程 我們的技巧也必然是 將一邊等於0 然後將它排位 6A A2次 然後再寫6A 最後寫常數 將112調過去 即是兩邊減112 就變成一個以次方程 當你做到這裏 你就可以用你的計算機 Formula01 是可以直接計算到 根是甚麼 又或者你可以自己用 因式分解的方式來計算 腦裏面112等於14乘以8 它的相差是6 所以我知道這個是加14 然後另一個是減8 在中間加14-8 就會得出正6 換言之 A可以等於-14 或者A等於8 但因為現在在講長度 長度不可能是負 所以排除 答案是A等於8